你信不信我做的这个红薯窝窝窝头能打败90%的女人 不服来战 我浙江葡萄桃 第一个表示不服 首先准备红薯 小飞鼠来喽 红薯不要切小片 时间太大 一切两半 我这红薯那么小就不切了 放在蒸屉里面开始蒸 放在蒸屉里面开始蒸 接下来找一个泼盘 准备一点红枣干 找一个泼盘装红枣干 找一个泼盘 准备一点葡萄干 再找一个泼盘装葡萄干 再找一个泼盘 应该不影响味道吧 这个红薯蒸到什么行动呢 你找一张筷子扎一下 能扎透就可以了 看不起谁呢 我偏要和你一样用手指扎 接下来把红薯倒成泥 加入糯米粉 红薯倒成泥 倒入糯米粉 然后再加入红枣 倒入红枣 再加入葡萄干 倒入葡萄干 最后一定要和上一个不沾手的面团 让我试试 不沾不沾 接下来起个面团 给它揉瓷式一点 揪个面团 给它搓瓷式 再给它弄成窝头的形状 再给它随便捏个造型 都差不多 然后外表再裹上一层糯米粉 外表裹上糯米粉 给它整齐的摆入蒸替中 给它随意的摆入蒸替中 今天我做的比较多 因为做好了 我要给对面的接笔子都分一点 今天我做的比较少 因为还不知道好不好吃 接下来凉水上锅开始蒸 水开计时20分钟 凉水上锅蒸 水开蒸20分钟 看我的 看我的 哇 甜甜糯糯真好吃